鋼鐵人馬斯克他向來快人快語 幾天前 他的SpaceX飛龍號 才以漸落的方式回到地球 載著兩名太空人回來 到底他們是看到了什麼了嗎 居然讓馬斯克說出 金字塔是外星人蓋的 這個氣得埃及政府 跟他嗆聲說 你來看看我們金字塔的建造 你看完之後再說 馬斯克先生玩船彈禮 我們餵你準備好 有空你來看吧 社長來告訴我們 馬斯克他到底是戳了什麼 不能戳的秘密嗎 對 馬斯克前天講出這一句話 說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 在全世界炸鍋 埃及也炸鍋 而且大家討論那個整個是樂意 我們可能樂意可以形容 那我個人看了他的那種 發表跟埃及政府的反駁之後 我們從考古的一個觀點 用證據來看 到底金字塔是不是外星人蓋的 所以你是說如果大家覺得說 你胡說倒不一定喔 對 我們講證據嘛 講證據 有些證據你可以說它是巧合 那就大家自己心中做一個評判 我今天第一個要講 就鎖定埃及 既然你埃及反駁說 金字塔不是外星人蓋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埃及的 一些考古證據 第一個我要提出來的 是這個辛努塞爾特二世 辛努塞爾特二世是誰 十二王朝 十二王朝的一個國王 一個國王大概離現在3900年左右 距離現在3900年 這個是他的一個金字塔 這個是這個國王的一個金字塔 他的金字塔在大概1970年代 被考古學家挖掘出來 挖掘出來以後裡面挖掘了幾樣東西 第一個特別要提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他裡面的一個銅幣 這個銅幣不是以前使用在有價格的 它是一種紀念幣 他紀念誰 紀念這一個人 這個你注意看他的臉部 哪有人長這個樣子 對 看他的臉部 紀念這樣一個人怪人嗎 他是人嗎 對 那我們就特別在抓一個 旁邊這個你看這個頭 兩個頭的那種造型 這樣就不對了 我覺得你在講ET了 對 所以說好 我們講 這可能是巧合 世界上可能真的長這樣一個人 OK 這是銅幣的一個正面 我們再看貝變 是 同一個銀幣翻過來 貝變 他又跟你畫這個 你就越來越沒 這個是什麼 幽幅 炎盤 炎盤 炎盤有五 它底下有畫了很多這種箭頭 有人講說它是 等於飄舞在那個森林之上 森林的天空 那也有人說這個箭頭 是不是以前的那個毛 槍 要往天空扎 天空射的一種 無論如何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炎盤 這個炎盤如果你仔細再想一想 在那個畫國 畫國也曾經在 大概也是四五十年前 挖到一枚硬幣 這個硬幣你看這邊 這個是畫國的硬幣 這個硬幣大概三百多年前的東西 它空中也有一個研盤有沒有 這個叫ECG有研盤 對 那這個研盤 畫國的這個研盤你就看 它是明顯飄舞在底下 是一個鄉村 一個農村 飄舞在天上 旁邊這個一朵一朵 這個是雲 白雲 17世紀的法國錢幣 為什麼會出現 這麼高科技的畫 對 主要它製作銅幣 不算高科技 主要是說它畫的這種東西 為什麼在空中 會有飄舞這樣的一個研盤 而且你看它旁邊這邊 上面有那個紅色的 有那個英文字 有這個英文字 這個字是什麼 這個字的意思 這個意思叫時間到了 我們就會出現 什麼叫時間到 誰在講話 有人用宗教的解釋說 這可能是宗教學的一個神明 時間到了我們會來救世 但有人跟他講 那你為什麼要畫這樣研盤 從空中下來 難道這個神明 是坐著研盤下凡嗎 所以它這個東西 對應到剛才講 3900年前的這個銅幣的背面 兩個幾乎是很像 那回過頭來 我覺得非常驚訝的是 你說為了紀念銅幣上的這個人 你把他住上去 這不是人 這到底是誰 對 它這個造型 你如果看這個人的一個頭 頭的那個肩 這個肩度跟這個兩峽這樣整個消下來 這個眼睛它有一點 我們講說 那個羅斯威爾事件 那個外星人 那個眼睛有點像性能核桃的一種 一種眼睛 對不對 那個鼻子 我們鼻子如果看人類考古出來 人類的骨骼鼻子孔很大 很塌 它不是 它很小 嘴巴也是一樣 它這個整個造型跟我們講 羅斯威爾事件的那個外星人 傳出來外星人造型幾乎是一致的 它比較不像是人的正常的五官 它更像是外星人 對 那這個銅幣以外 另外再給各位看 這個辛武塞爾特奧斯這個金字塔 旁邊有一個撇葬目 撇葬目發現這樣的一具木乃伊 在這邊 各位看 這個木乃伊 這個木乃伊 你看它的臉 看它的臉 它的眼睛 杏仁眼 小鼻孔 小腿巴 都是 對 都是很跟這個紀念壁上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 這個木乃伊旁邊有一個石碑 寫的 刻了一些名文 這個名文被翻譯出來 翻譯出來說這個人叫什麼 叫OSIR 奧西努內特 奧西努內特 這個人是誰 這個在文獻上 他是這個辛武塞爾特 是這個國王的顧問 高級顧問 那我看到這一張圖 我就不禁這樣想 我不是想想推演對不對 今天一個壯士外星人的木乃伊 在你的木旁邊陪葬 這個人居然是法老王的顧問 那會不會是他教法老王 怎麼蓋金字塔 對 那另外有這樣的一種 趨勢的一種講話 另外就是說 這個人他等於幫這個國王 做了很多建設 所以是不是這個國王 紀念他來製造這樣一個銅幣 因為他不是世上流通的錢幣 對 兩個錢又這麼接近 是不是就是這一個人 因為剛好他名文又寫在他旁邊 造型又接近 我們如果聽到這個地方 那馬斯克講的 可能也有幾分道理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再給各位看 說一些考古證據出來 埃及你要活的 你要告訴我說你活的 那你拿出證據 金字塔他的文獻 不是外星人蓋的 金字塔是誰誰誰誰蓋的 拿得出來嗎 拿不出來 金字塔到目前為止 誰蓋的 蓋起來建造做什麼用的 有人說是古夫的一個鱗木 沒有大體在裡面 有的建造 誰建造 建造做什麼用 怎麼建造 何時建造 都有爭議 那你既然說 埃及既然說 我們有文獻證明是人造的 OK 我們基本上 就認為是人造的 但問題建造者 那個才是關鍵 第二個要講 埃及很多其實所有的金字塔 從第一個 埃及最早的金字塔 最早的階梯金字塔 建造者誰名字 其實都清清楚楚 所以都很清楚 那我現在要講這個 這個也是考古出土的 出土的這個叫沙朝子 沙朝子在環蒂岡 環蒂岡你現在要去看 他跟你講這個東西不見 沒有啦 不給看給看 那他寫什麼 那這個沙朝子也是一樣 他是在埃及沙漠裡面的一個神殿 一個神殿 廢棄的一個神殿裡面挖出來了 這個大概是在三千 三千五百年前 三千五百年前 埃及有一個所謂叫埃及的拿破崙 埃及的戰神 叫圖特摩斯三世 那個君王 那個君王的時代 留下來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這兩個寫者把他環繹出來 一個黃帝鋼的一個寫者 那這個另外一個寫 他們把 因為這個寫這種沙朝子的一個人 就是當時圖特摩斯三世 皇帝旁邊的一個算天文官 他記錄下來 那這個人叫圖利 有他的名字叫多利 所以就叫多利沙朝子 圖利沙朝子 他裡面寫了什麼東西 寫了說在圖特摩斯三世的 在位 在位第22年 圖特摩斯在位54年 在第22年的冬天 第三個月 這一天的第六個小時 他在那個地方抄血東西了 就在深淵抄血之間 發現一個奇怪的火焰 碟狀物 注意 會噴火焰的碟狀物 從天而降 從天而降 他沒有投鹽了 噴水裡面發出很藍紋的氣味 表示他其實已經靠得很近 藍紋的氣味 然後再看這邊 他無聲地往華老的王公而去 在幾天後 他們在空中變得更多 不是來了一群而已 來了一群 在天上發出比太陽還亮的光 埃及是3500年前 哪來在天上會飛的東西 比太陽還亮的東西 不可能 對啊 你現在可以說 把他誤解成火箭 成什麼 那個導彈 飛機 3500年前怎麼來這種東西 所以他這個沙草紙出來以後 他是一個皇家的抄血人 剛才講 埃及的很多神秘現象 你無法解釋 為什麼他留下這樣的一個沙草紙 那為什麼這個沙草紙出來以後 會來落到皇帝鋼 皇帝鋼的手裡 要看不給看 所有東西 未知的神秘的先進的 這種科學的東西 為什麼不讓大家來參考參考 這樣這個年代是什麼時候 距離現在4000 3500年 那不就剛剛你給我們看到 那個硬幣幾乎就是同一個時代 你看 硬幣有給你一個 鑄出一個跌撞物 硬幣是埃及十二王朝的時代 剛才三千九百年 這個是十四王朝的時代 是三千五百年 宿諸文字原來描繪得這麼具體 對 而且為什麼大家要搞得這麼神秘 你埃及也不給看 皇帝鋼也不給看 為什麼 你如果要證明的話 你就大家要大大方方拿出來 大家來研究 對 那我們在講 剛才講收穫很多東西 包括那個我們講說 拉美西 這大概三千三百年前 距離現在 拉美西是埃及最大的一個軍王 他的父親賽提一世神殿 裡面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 他裡面的那個壁畫 胡雕壁畫 裡面出現了 這個像直升機一樣的一種胡雕 像潛水艇一樣 這個我想大家就聽得比較多了 那這會不會是航母 對 這個有點像航母的 或者說比較特殊造型那種船艦 是 古代他給你畫這種東西出來 三千三百年前 所以你看一樣一樣一樣的東西 他指向埃及有一種 我不敢確定說他是外星人做的 但他是一種神秘 未知 先進 超越當時代所能完成的一種高科技 他在在留下了一些紀錄 留下了一些紀錄 所以你要跟他講說這是一種地外文明 也未常不可 也未常不可 但你至少 他是一種你無法解釋的一個神秘文明 從你這樣一路鋪排 我覺得馬斯克說他胡州的人 我們要還他一個公道 搞不好馬斯克說的是對的 對 社會埃及 你沒有辦法讓我訊儒說 你今天講說不是 這件事情太詭異了 在日本人口稠迷的東京上空 居然出現了神秘火球伴隨爆炸 但那是什麼光呢 觀眾朋友 我們去變查了人類史上 兩次類似的火光加爆炸 很怪 居然都伴隨著神秘的空中急墜 而在這個隕石 急落之前 似乎都有一隻手 巧妙的幫他化整圍林 似乎要避開更大的災難 那是什麼神秘的力量 鍾伯帶我們來找答案 關鍵時間 關鍵出手 要拯救地球嗎 這個月的月初 在日本的東京 聽到了一聲非常奇怪的爆炸聲 幾乎全東京的民眾都聽到了 那這樣的一個爆炸聲 是什麼造成 沒想到有人拍到了 拍到什麼東西 你看一下 這是一團火球 所以我剛剛跟觀眾朋友講 東京的民眾 他們並沒有在那邊造謠 或者是在那邊我們講的渲染 他們是真的 大家都有聽到了一個聲音 而這個聲音就來自於這團火球 它在整個在畫出了 東京的弧線的同時 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爆炸聲 好 可是卻還有人拍到了 另外一個令東京民眾 感到不可思議的畫面 就這團火球在經過的時候 突然有人將它擊落 將它擊落也拍到了 只是沒有成功 怎麼看 來 這團火球 是從左邊往右邊射對不對 是 除了產生呼呼的聲音之外 對 右邊慢動作 來 我們慢一點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東西 從它火球的中心點 直接射穿 穿過圓心 最後再從火球的末端射出 好像一顆子彈想要把這一團火球 給擊滅 好 當然我們這邊也平衡說 有人講說想太多 它就是自己爆炸 這個火球自己爆炸 產生的碎變 真的嗎 你看那個軌跡像嗎 我想講的是 它當時在飛越的那段時間 它的軌跡這麼長 怎麼有人能夠如此從容的 發射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去攔截它 而不是地球人做得到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暗黑空中的火光 這麼大 巨大的火光 那個石頭肯定不是 剛剛60克 70克的 小隕石刮出來的 對啊 好啦 不要以為 只有日本在今 這個月的月初發生 2013年俄羅斯竟然也發生過 同樣的類似事件 當時是在凱瑟琳堡 有一個重達10到30噸的隕石 你看 被募集 這回大家都不用去賣關子 因為剛剛日本是一開始不知道 這個是後來就已經是歷史事件 就知道是隕石 那個隕石的整個過程 是不是跟剛剛日本很像 一個是在晚上 一個是在白天 對 好 我不想講這個隕石 沒什麼稀奇 好 它在10公里的高處 是不是爆炸 我還是要講這個爆炸 俊相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爆炸的過程當中 有發現有一個一樣 類似日本剛剛的磅撞物體 只是俄羅斯的是追尾 有發現嗎 對 他從後面追上來 去擊追他 來 我跟各位說 如果今天我們把這個隕石 想像成是飛彈的話 想像成飛彈 你要防衛 你要地對空 空中防禦對不對 有三種方式 銀頭 攔截 追尾 俊相 你覺得哪個最難 追尾巴 你要跑得比較快 對 好 那請問剛剛那是怎麼追的 這是從哪來的 俄羅斯也許有這樣的防空飛彈 去追那顆隕石 像不是有指引數嗎 有沒有可能 我們來分析一下 當時這一顆10到30噸的隕石 它在10公里高處距離的爆炸 可是它的時數是50馬赫 50馬赫 剛剛的匕首才10馬赫 今天我們創下兄也在現場 俄羅斯有辦法在2013年 就有能夠50馬赫的速度的 你不要講2013 現在都做不到 有50馬赫嗎 沒有可能 目前我們得知俄羅斯 最了不起10馬赫 是 好 那可是就有人追了 所以我也就不用再講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人追 所以不是飛彈 對 那為什麼要追 你知道那個隕石 如果你沒有用剛剛那個東西追它 讓它在10公里高空爆炸的話 你知道它墜落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嗎 它會掉在哪裡 隕石會墜落在地點距離 馬雅客核廢料儲存槽 和處理設施的100公里處 那個地方有將近100噸的核原料 所以它的空中脊椎是幫了地球人 這個原料 不 大家看一下 多可怕 那會引起多少連鎖反應 好 這麼巧 當俄羅斯發生如此詭異又神秘的 我們講追尾式攔截的防禦的前一年 俄羅斯當時的總統 大家對他比較陌生 大家都一直想到普丁 其實這人也當過總統 梅德維杰夫 他當時在接受電視採訪 他露線了 露什麼線 他說其實我們俄羅斯的總統 都有配一個公示包 這公示包就是發射核武的密碼 這我們聽過 這不要聽過 但他下一句 他說我告訴你 我們其實都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資料夾 這裡頭是最高機密 而這個最高機密的資料夾 記者就問 主持人就問 那內容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噓 噓 他沒有說不能說 噓 就M.I.B電影你看了就知道了 M.I.B X檔案 不是 是威爾史密斯演的那部電影 你懂嗎 那裡面不就是演的是外星人 所有的外星人只要出現了 那個目擊過的人 我就必須要讓你消息記憶 因為你會引起世界的恐慌 對 M.I.B的一些人 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任務 另外一個任務就是要對付外星人 或者保護外星人 或者利用外星人 我的意思是說 真有這樣的一個X檔案的資料夾 然後結果這個俄羅斯的總統 梅德維杰夫 他竟然爆料了 觀眾朋友 俄羅斯總統怎麼會笨到去爆料 俄羅斯總統怎麼會去笨到說 原來有外星人在幫助他 怎麼會有外星人的科技之類的 因為他在接受這個主持人詢問的時候 你是主持人對吧 是 我以為我們在閒聊 麥克風沒開 所以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他在off breaker的情況之下 說出了他不該說的 才會講真話 是不是 所以問題就在於 這樣的一個神秘事件 伴隨了火光跟爆炸的背後 你說都有一隻神秘之手 在幫助地球人 那是境外文明 是外星人嗎 更覺得謎團在這個地方至今未解 這個未解還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在1908年6月30號清晨7點 俄羅斯西伯利亞森林區 通古斯河畔的通古斯大爆炸 就是可能是外星科技的傑作 只是交由地球人執行 而這個地球人是誰 我等一下公布 先來講這通古斯大爆炸 有多麼的恐怖 當時發生在俄羅斯的 東西伯利亞一大清晨 你知道根據生還者 與目擊者他們的證詞說 是 我人在65公里外 那不就是桃園洋梅一帶了嗎 對啊 更遠了 桃園洋的65公里 我被椅子上面震下來 那到底什麼樣的震波可以這麼強 結果有一個人就出來說 老兄 你這算什麼 我在650公里外 我家的玻璃被通其波梗震碎了 你越講越不科學了吧 結果又有另外一個瓦工人 來跟你說你這算什麼 我是英國人 我在英國那是幾千公里外 我們看到了白天 然後整個天都亮了 而且連續亮了好幾天 邪門了吧 是不是有開始害怕 這個要怎麼解釋 連續好幾天 這怎麼解釋 這時候還有一個人更厲害了 這最厲害了 這最厲害了 美國人來了 美國人說你們這都不算什麼 因為我在我的國家 我感受到了震動 三分之一的地球都在震動 破壞力相當於一千枚廣島原子彈 你知不知道它爆炸的核心點 樹木竟然是直立的 可是它周遭的樹木 就是從核心點往外擴散 就全部都成輻射狀的往外倒塌 往外倒塌枯竭燃燒壞死對不對 再去研究當地的動植物 它們都有被輻射污染 而導致一些遺傳病變的症狀 不是都 都是有部分 然後還有尋入出現皮膚壁 類似被核子污染的 好 那你就說 那這可能就是一種高科技 是跟核輻射有關的一種試驗對不對 核爆 對 之類的 可能俄羅斯很早就有這樣的科技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現場又沒有偵測到任何輻射異常 你要怎麼解釋 我怎麼知道怎麼解釋 就很怪嘛 對不對 但有一個人 他可能可以解釋這一切答案 誰 就是他 特斯拉 特斯拉 對 就這一切是特斯拉造成 我知道大家又會講說 這是不是又在胡說八道 兩天前才說金星來的外星人 你知不知道爆炸發生的時候 特斯拉人在哪裡 在哪裡 他不是要嘛在歐洲 要嘛在美國嗎 對 他在俄羅斯 你知不知道他在俄羅斯的時候 還跟在俄羅斯當地的老百姓 跟一些朋友說 我是有能力把地球批成 我把地球天空批成兩半 但我不會那麼做 你沒事跑去俄羅斯 然後又這麼做 說了這句話 然後他所待的區域 就在通古市大爆炸的 100公里外而已 這是他幹的嗎 好 那我不知道 特斯拉死無對證 可是他有沒有能力 雖然有多巧合 有沒有能力 有 你知道特斯拉 他是我們稱的交流電之父 無線電之父 無線電就是能夠 電靠無線去傳送 你曉不曉得 他當時發明無線電傳輸 不是他真正的初衷 他要的是傳遞能量 而且他說 這個無線電目的 就是能夠讓它的破壞力 透過遠端 破壞到世界各地 有沒有符合 他在遠端100公里外 跟大家說我可以把地球披成兩半 然後沒有多久通古市大爆炸 而這樣的能量 他有輻射病變 沒有輻射異常 天空很亮 有人說我看到天空被披成兩半 今天晚上社長要帶我們來看一看 美國五角大廈不想讓我們知道的是 居然這個退役的少校說出了驚天秘密 美國警察跟ET外星人在地堡裡直接開打 而說到了人類跟ET開打 五千年前出土的文物居然記錄了這一切 這到底什麼跟什麼 對 經常 地球上到底有沒有外星人 怎麼三天五天就爆一個事件 一個新聞出來 最近這兩天 其實這兩天 美國一個少校叫喬治菲 這一位 他開記者會 講說其實在1978的時候就有 他當時是承辦一個情報機構的一個人員 他接獲裡面的室官長報告 跑過來說跟他講 在那個紐澤西州的一個底克斯堡那邊 有警察打死一個外星人 而且這個室官長進來報告 他臉色慘白 有這種事啊 對 那他知道這個案件以後 他就跑去看 要做一些紀錄嘛 對 結果後來警方的人跟他講 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你不要處理 你也當作不知道這件事 後來硬是把他壓下來 隔了這麼多人 以後他終於開了這個記者會 所以他當時 確實有發生這樣的一件事 那這件事情 只是一個小事件而已 但他跟以前我們講的 第三類接觸不太一樣 一般講說地球人碰到外星人 通常還是核熱收藏比較多 外星人告訴你 我來了 展示一下 我的忍耐給你看看 弟兄我們看看以後 等於你愛講什麼 你又沒什麼證據 證明說目擊證據 那我們講說其實 在外星人裡面剛才講 那個美國警察打死外星人 這種事件是已經開火了 已經開戰了 不是核熱收藏了 再在美國歷史上 其實有一次事件 非常神秘叫道西事件 也叫道西戰爭 戰爭 對 你用戰爭形容它 對 這次剛才講 那個只是一個警察 對一個外星人 對 這次道西戰爭是幾萬個外星人 對美國的特種部隊 幾萬個特種部隊開戰 那真的是戰爭了 對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什麼時候爆出來 是在1996年的時候 1996的時候 當時美國有一個工程師 叫史奈德 他也是一個爆破工程師 那史奈德他在19 大概在197幾年的 1978年 1978的時候奉派 因為他是爆破工程師 奉派到哪裡 到那個墨西哥州的北邊 沙漠去做一個工程 那工程相當的浩大 做了一兩年以後 差不多時間快到了 就叫他開始爆破 爆破地下道 結果他就爆破 爆破的時候 當天他就覺得不對 因為一爆破 你本來是一個大洞 一個地道 出來以後 他發覺這個地道裡面有風 從你爆破的另外一個方向 就吹上來 裡面有空間嗎 對 表示裡面有空氣流通 等於說這個地道 他其實爆破以後 他是貫穿或者說 連通了另外的一些密道 密道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當時他覺得很奇怪 是1978 他當時爆破完成以後 他就繼續留在那邊工作 他有一天發現這個地方不對 他其實貫通了另外那個地方 他有很多的一層一層 深入地下19層的那種地道階梯 真的假的 對 他發現了這樣的一個樣子 所以他覺得說 我一定要去探索一下 這個地方很神秘 所以這個爆破專家 送命來到這個地方 執行任務 可沒想到 它下面早就已經是一個19層 B19的大工程就在裡面了 對 所以他們稱為這個叫 稻西基地 叫稻西基地 是 那這一個人 我現在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事情到1996以後會掀開來 因為這個人史奈德 他在1996的時候神秘死亡 他死亡的時候是怎樣 是用那個我們講那個橡膠管 水管那個橡膠管 繞頸部繞了三千被勒死了 身上還有一些遺青的地方 這個事件已經美國 就是說當時知道這些道西實驗基地的人 已經一個一個死亡 可能有人開始下手了 一個一個被消失了 對 要滅口了 所以他知道會輪到他 所以他八個月前就乾脆豁出去 我向全世界公布他就開始演講 但是八個月以後1996 他就被所謂我們想說 死亡筆記本輪到他了 對 然後他被殺以後 他當時其實也留下 據說有將近一萬多頁的 這種所謂紀錄的文件 全部不見 包括他的演講稿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後來有人就開始調查 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後來發現在道西基地裡面 他這一個人在演講裡面的一些演講稿 還有留下來 聽過他演講的人講 他當時形容道西基地是怎樣 我們剛才講19層 他曾經到過第6層 第6層他把它取名叫惡夢藏狼 因為他到第6層看到的是最恐怖的一層 前面5層還好 到第6層的時候 他看到的是這種東西 他有很多的那種像試驗館 那個瓶子 透明瓶子 裡面裝了很多 這個如果放大看 都會看得很清楚 它裡面是很多那種人型的東西 把人裝在裡面 有的是胚胎 有的是嬰兒 有的是藍的 有的泥的 那管子多大 你給罐子 很大 你看他這邊把它做 做這樣的一個樹苗出來 就比較近 人是在這裡面 好幾千個 包括動物的都有 動物 鳥類 獸類什麼動物 誰把這些人抓到這地方塞進罐子裡 他就再繼續看 這是第6層 他就這樣往第7層看 到地下第7層的時候 他發現裡面走過來的不是人類 是有兩種造型的 一種我們習慣講的外星人 這種所謂小灰人那種形狀 另外一種我們很少提到的 是蜥蜴人 長得像蜥蜴 我們講那個蜥蜴 我知道 爬蟲類的蜥蜴 對 爬蟲類這個蜥蜴 蜥蜴人我們平常在講說 以前古代古民講蘇美文明 他們最早 他們講說他們蘇美文明 來教他們是從海裡面上來的蜥蜴人 他就看到這兩種 一種小灰人 一種蜥蜴人 其實在控制整個第7層 就是這些人 他誤闖了進去了 對 因為其實 他在稻息基地做事的時候 有簽那個所謂的合約 就是說你在裡面手見手聞 保密條款 對 保密條款 你都不能 而且你不能到你實驗室以外的地方 你工作範圍以外的地方去 結果他闖到第7層 看到了這些東西 看到了東西 OK 那這些外星人 就我們講蜥蜴人也好 小灰人也好 看到外人 既然看到我們的祕密 當時他裡面有很多 他都好幾千的外星人 在那邊工作 他那個實驗室很大 實驗室很大 那個實驗室大概就是一個球場 一個球場這樣 每一個實驗室就是一個大球場 然後他說看到有三千多個 至少有三千多個 這種小灰人跟蜥蜴人 在那邊晃晃晃晃 還有的是開著車 在裡面跑來跑去 然後他裡面看了很多 這個實驗室旁邊 像那個監獄一樣 有籠子 關了很多像精神失常的人 被實驗過的一些人 後來他才知道 原來這些人 他其實是被 作為一種所謂精神控制 或思想控制 而且有的人身體被做實驗 做伸出的手 我們不是兩隻手 他有五隻手 六隻手 他做很多奇形怪善的實驗 所以這些人都關押在 這一間一間的這種監獄裡面 好 所以市長 你帶我們來看到的 就是這個美國的道西戰爭 那神秘的坑道 被他給誤闖進去 他的所見所聞 人類跟ET外星人 難道真的會打仗 有過這麼一仗嗎 這個是1978年 怎麼那麼巧 剛剛這個退役的少校 也是1978年 這一年到底是怎麼樣 神秘的年份 1978裡面也不算遠 而離我們更遠的 五千年前 社長來告訴我們 那個時候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隨著出土的文物 到底記錄了什麼了 對 在中國其實 也有講說外星人 曾經在地球打過一仗 打過一仗 在什麼時候 在距離現在大概五千年前 五千年前 以前中國還沒有立法 沒有現在什麼農民立那個時候 所以他大概算五千人 那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一種 結論報告出來 是因為在西伯利亞 中國北方西伯利亞一帶 有發現這種像石碑一樣的 那個石塊 一塊一塊的 上面刻了很多的甲果紋 甲果紋 那本來是當作珍貴文物在看 結果後來甲果紋專家來看 破解這個甲果紋 學什麼 壞掉了 這個問題大了 壞掉了 上面寫了很多東西 是紀錄當時五千年前的 中國北方 曾經有外星人降落 入侵 入侵 而且你知道 他要假使一些人類 去做實驗的時候 從中國的西北 從中國的西北 來了一群 所謂的紅髮 紅頭髮的巨人 巨人大概四公尺高 這個甲果紋記載 大概四公尺高的那個巨人 這個巨人是幫助人類 跟外星人打起來的 而且這個巨人身上 還穿著那種皮革 好像是什麼 保護的那個戰衣 知道 就用紅髮 四公尺高 穿著皮革巨人 幫著人類 跟這些外星人打仗 而且這些紅髮巨人 力大無窮 他可以把外星人抓起來 以後折成兩段 這兩半 OK 那甲果紋就這樣記載 所以他們就在講 是不是四五千年前 在中國有所謂的外星人 曾經就降雲過中國 比方靠西伯利亞的這一帶 那另外 除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腳果紋的 十杯紀錄以外 其實在中國南方也有 中國南方 中國南方我們看 這個是廣東出土的 廣東羅定村的一個岩畫 這個岩畫 他就畫得非常清楚 他是兩個眼睛在這邊 戴著這個所謂的頭盔 戴著頭盔 偶爾有天線 天線出來 對 所以中國不管哪一個地方 他曾經在古代的時候 留下很多 你不知道的這種文字記錄 或者這種所謂雕刻 岩石雕刻的記錄 包括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石碟也是一樣 這個石碟出來 它上面是描述這個戰爭 這個像比較高的巨人 跟這個小外星人 在打仗的一個記錄 而且他有很多這種 這種小外星人他戴著像 眼型的頭盔 眼睛在前面 那我們看這樣的 所謂的石碟紀錄 跟這種文字紀錄 一再講說中國在古代 曾經有外星人 出沒的一種一種紀錄 那像這一個也是一樣 這個像一個像很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太空人 太空人的樣貌 他有穿的太空衣有沒有 對 穿的太空人的頭盔 對 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講說 如果像包括 連下赫蘭山研畫的一些 作品出來 大概在中國古代 甚至有人講說 秦始皇人就過外星人 所以我們在講說 中國古代外星人 其實曾經降臨過這個 所謂的中國大陸這個陸地 這個陸地 那究竟 究竟這個講本記載是真的來講的 沒有人知道 因為五千年前的東西 但五千年前如果憑想像 就這樣 好 這樣 觀眾朋友從今天晚上開始 不要再問地球上有沒有外星人 不只有 而且已經跟人類簽約了 簽約共建基地 講這句話的不是無效而蒙 是以色列的衛星之父 Marshall告訴我們 他更驚爆說 川普從頭到尾都知情 川普大嘴巴 他為什麼不說 他剩四十幾天要卸任了 艾希德以色列衛星之父 以色列國防部太空總署的主管 他的身份地位 居然講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外星人跟以色列跟美國 都簽訂了合約 真假的 合約裡面有一條注明 內容寫什麼 有一條注明說 不能跟世人說 保密條款 世人現在還無法接受 外星人存在的事實 第二點就是說 外星人叫做銀河聯邦 他們在火星有地下的外星基地 而這外星基地 他們願意跟美國共用 共管 第三個 川普完全摘這件事情 所以勾竄起來 觀眾朋友你來看到 如果這個銀河聯邦跟美國 已經簽約 共建火星的地下基地的話 那剛剛我們看到 Special X那個爆炸 哇塞 你看到馬斯克說 Here we come 馬斯克為什麼到火星去 火星上這個多難生存了 對不起 其實馬斯克可能都知道 已經有基地了 以色列以前很少有外星飛碟 以後2010年之後很少有外星飛碟 我認為那是關鍵點 來大家看 2010年10年前的12月16號 快到了 對不對 以色列的迪莫納河基地 各位要知道 迪莫納河基地是全世界最神秘 最不能接觸的基地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告訴全世界說 對不起 我沒有核彈 所以這個基地絕對不能接 身人物近 什麼東西都不想近 結果有一天 就在2010年12月16號 看到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進去了 這不明飛行物進去了 F-16注意聽是F-16 速架啪起來 這裡是不能進的 對 一進去以後 驅離不驅離 棒 用核導彈把它打掉了 那一坨黑煙是直接把它擊碎掉 對 打中了 打中了 但是打中之後 大家說那就有殘骸對不對 對不起 連一個螺絲釘都沒發現到 那你不要把闖進來了是什麼呢 對 好 現在就有兩種講法 第一個就說 你打中它 但它啪就不見了 你看到火光只是導彈爆炸 真的假的 原來你沒打到 一個是這樣講法 它快到你打不到 對 第二種講法就是 你打到它 它有碎 但是這個翠片 被磨殺的全部收乾淨 因為簽約不能講 收收乾淨 那到底闖進來是什麼呢 不曉得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在四個月之後 2011年4月 注意哦 以圓頂清真 圓頂清真 大家知道是 這個聖殿山 聖殿山以色列最重要的地方 它是基督教 回教 耶太教 猶太教 通通的聖山 注意看 看到沒有 它從上面垂直下來 就到圓頂清真寺的上面 停住 從圓頂清真寺的上面 停住 這遠的 對 還有拍近的 你看這鏡子 看到沒有 在圓頂清真寺 因為它就懸在它上面 懸在上面 而且你看它走的時候 嚇 人類的飛行機 沒辦法做到這種速度 對 這是以色列人都看到了 說怎麼會發生這個東西 挑圓頂清真寺 好 它離開的時候 刷解了一下 幾乎是人類不可能看到的速度 所以馬老師 我們看到了 2010到2011 你要嘛挑在最敏感 最不可能生人物境的核基地 不然就是在信仰最重要的地方 怎麼都挑這些地方出沒 對 好 這是以色列 所以從此之後以色列就沒再看過外星飛船 所以簽約是不是那個時候簽的 好還沒完 剛才我們講了 這個 埃希德說了 川普差點公開外星人訊息 川普在今年 美國的父親節 安排一個他的小川普 訪問川普 做一個噱頭 兒子訪問爸爸 兒子訪問爸爸 就父親節嘛 就這個 好 就小 這個小川普突然間就問了他了 說 老爸 羅斯威爾事件是不是真的 他說 我不能告訴你 有沒有外星人 我不能說 對 但是 羅斯威爾這件事情 內容非常非常的有趣 代表他知道 但不能說 這對川普而言簡直是掐了喉嚨 太痛苦了 大嘴巴 你要他不說 非常非常的有趣 但是 我不能說 好 那個 小川普問了 那你考不考慮在任期裡面解密 川普說 我考慮看看 剩40幾天了 對 好 大家知道 歐巴馬上電視節目 你要問他說 有沒有外星人 歐巴馬說 外星人在嚴格監控著我們 所以我什麼都不能說 好 什麼都不能說 這時候主持人又問他一個問題了 說 這個柯林頓曾經說 沒有外星人 沒有外星人檔案 為什麼你不能說 他可以說沒有了 你知道歐巴馬說什麼嗎 他怎麼回 他說 柯林頓說 回答的是標準答案 外星人吩咐我們這樣回答 所以 你回過頭來來看 以色列的衛星之父說的 他說 這個聯盟一簽約 是跟美國簽的 換句話說 立下美國總統 都知道這份極機密的X檔案 對 好 我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講 你假如企圖 想要把這件事情 不准說嗎 企圖說出來 會怎麼樣 甘萊尼被刺殺之前 前十天他公開說 我從達拉斯回來 我就把外星人資料全部公開了 他公開這樣講 大家都在期待 然後十天之後 結果他就在達拉斯被刺殺了 那個記不記得希拉蕊競選肉說 我當選 第一件事情 公佈51區真相 公佈所有外星人的真相 我一定告訴美國民眾 對不起 你就不會當選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有一股神明的力量 讓你不得誤入進去 你絕對都不能說 要帶進棺材裡 雷根曾經跟他最好最好的麻跡 就傻大姐 沙利麥克林講說 外星人來找我 說你不要再銀坦混 你到政坦去混 所以我告訴你 美國總統都是外星人在控制的 好 那今天我再講一件事情 美國有一個航空客家非常有名 叫布希曼 布希曼說 外星人其實已經有16個人 獲得美國公民的身份 他已經活在我們的秋招了嗎 對 好 當然 到目前為止 唯一照到照片了 就這個人 這是金希仁說 金希仁說 這張照片是斯奈德工程師造的 斯奈德工程師 他是在這個五十一區工作的 他說索奧在國防部 這在國防部裡面開密密會議 他說索奧 第一個他有六個手指頭 他的血跟章魚一樣 含有氧化筒的血 他智商一百二十 一千兩百 智商一千兩百 多一個零了吧 對 他會講一百種語言 他已經四百九十歲了 簡單說他不是人 對 他是金星人 不是人類 地球人 他不是地球人 好 那只有斯奈德講 這個大家就說 你這個工程師 你雖然照的 好 結果藍傑斯博士出來 出了一本書 五甲大廈的陌生人 就說索奧是真的存在 他說索奧跟艾森豪總統 跟尼克森總統 全都見過面的 你說五甲大廈的陌生人 就是這個 來自於金星四百九十歲的 更厲害 總統顧問古德跳出來了 說我保證這些講的都真的 這麼多人為這些事背書 古德很有名 古德說索奧真的見過艾森豪 所以居然這是唯一的一張 世界上拍過外星的照片 好 那最近這兩天 又一個神秘的事情發生了 就這兩天最新的 來 我們先看 記不記得F18 這是最有名的一個影片 我們曾經播過多次 這是美國國防部放出來的 國防部 F18大黃蜂瞄準了一個 不明飛行物 它的瞄準 而且它會變顏色 還會變形狀 好 這個影片震驚了全球 美國國防部第一次釋放出來 F18大黃蜂戰鬥機的瞄準器 瞄準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碟狀的飛行物 這兩天又一個新的出來 太可怕了 又來了嗎 這又是F18戰機 它是怎樣 它看到一個飛行物 注意到在這裡 它這是F18艙內 它是在艙內後座的系統官 用照相機照下來的 它從海底面 啪一下就飛上來了 它從海底出來了 對 然後他們就啪就飛過去 飛過去就看它 一看它之後 它瞬間一起來之後 等到F18一過來 它故意給它看 它靜止不動 它在空中靜止不動 注意喔 這個是F18大黃蜂拍下來的 它不是來自外太空 從海底來的 媽說我們幾天前 不是看到這則新聞 在神秘的百慕達下面 不是被拍到了 這個Discovery拍到了一個洞 說這個是地獄之門 是太空人進出之門 對 沒錯 所以就在這個發生之後 F18就拍照的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F18拍的 好 那大家就問我了 馬老師 你講這麼多美國總統 跟外星人是有勾結的 華盛頓有沒有外星人故事 我告訴你 在我心目中 如果選出美國五大前的 外星的這個故事 第一名當然是羅斯威爾 我認為洛杉磯大空戰 華盛頓外星人跟這個鳳凰城 應該是排在前五名裡面 所以現在要講的是 你心目中的第三名 我告訴你 1952年7月19號 在華盛頓機場的螢幕上面 趴下七個 注意看 是七個 七個藍點就出來了 藍點出來以後 馬上通報 一通報以後 整個機場進入緊急狀況 這是什麼東西啊 空域被闖進了 對 闖進了 然後更慘的時候是 發覺他們開始往白宮移動 危險 七個往白宮移動 這是最有名的一個照片 往白宮移動 當戰鬥機啪 要全部起來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了 戰鬥機靠近白宮 啪 點就不見了 是啪一聲就不見了 對 戰鬥機返航 點啪又出來了 戰鬥機又過去 瞬間遊移嗎 對 戰鬥機去來去來 你知道飛到什麼程度 飛到油料耗盡 哇 你被車輪戰整慘了 我跟你講 這不是我講的 美國所有的媒體 第二天全都大篇 會報這種事情 你去查嘛 好 然後發生這事情之後 到了7月26號 它又出現了 這一次不是雷達上出現 所有華盛頓機場的客機 每一個人客機上的機組員 全都看到了 拍到了 看到沒有 這個白色點點它越過了整個 這個是它的國會山莊 對不對 在它的後面 整個越過去 我告訴你 那個所有的7月26號 所有機組員 全都看到這件事情 然後啪啪一下 戰鬥機又起來了 但對不起 戰鬥機根本沒辦法靠近它 它可以瞬間移動 瞬間移動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鳳凰城幽浮的分裂式 好 大家看一下 居然在天空中排列到了 這是美國史上看到最多人 同一時間看到戰鬥優浮的分裂式 這個東西也是到今天 美國歷史上一個不可解之謎 我告訴你 美國空軍居然出來說 這是我們在放造明彈來 國安朋友 今天晚上我們持續關注 俄烏熱戰的同時 有來自哪裡的意外訪客 默默盯著這場戰爭嗎 為什麼這麼講 現在傳出了 俄軍包圍基輔的同時 基輔的天空居然出現了 詭異的白光 那根本不是人類飛行器飛得出來的軌跡 馬老師 那是什麼光 第一件事情 每次戰爭的時候 外星人都會來看 我就一直在想 這次俄乌戰爭 二戰也要打最大的戰爭 外星人會不會來看 果然 來了 有機可尋 第二個 復仇者電影告訴我們 只要地球要毀滅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有時空旅人要回來的 那如果這次俄乌 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不會有時空旅人 跑回來拯救世界呢 馬老師丟錯這兩顆震撼彈跟推演 都有機可尋嗎 以科學為基礎 等一下我們好好說給大家 好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10點46分 NASA向地球發出了警報 啊 警報 要出什麼事了嗎 一顆巨大的小行星 多大 101大樓兩倍大 用多快的速度 超過30倍的音速 對著地球而來 這很危險 如果直接砸向來的話 就不得了了 地球面臨毀滅 但是它距離地球 這個330萬公里 對 馬老師這個遠啊 錯 只要你距地球 接近在748萬公里之內 那它就發警報了 為什麼要發警報 因為它用30倍音速的輸入來 它稍微偏差一點點 就撞上地球了 除了這事情之外 宇宙真的不可想像 哈佛大學天文學家羅布 這人很有名 而且它這件事情 我是認為不可思議 居然發佈在科學人 期刊上最新的文章 它說什麼呢 宇宙是外星人在實驗室造出來的 宇宙是造出來的 或是別人講胡說八道 但羅布太有名了 而且它發佈在科學人期刊上 期刊還接受 這個不可思議在哪裡 現在最流行的是原宇宙有沒有 對 我們要在原宇宙 我們要創造一個宇宙 結果我們的宇宙是被創造出來的 好 當然它有它根據利潤 那我因為時間不能在這邊慢慢講 好 現在最可怕 各位觀眾你要做個決定 我要問你的意見 就是NASA做出了一個銀河信標 什麼叫銀河信標 就是跟外星人聯絡 現在NASA要把這個銀河信標 用阿雷希伯電射望遠鏡 向太空打出去 我們要跟外星人溝通 好 我先講這件事情 阿雷希伯望遠鏡對不對 1974年 我們第一個向太空發的信息出去 就是用阿雷希伯望遠鏡發射的 這個銀河信標是誰 當初起源是誰做的 霍金博士 霍金博士做這個銀河信標 但是霍金博士在臨死前 警告世人 不要發射這個 不要去找外星人 因為外星人比我們強大 它來就會殖民地球 所以你不要去召喚它來 你不要召喚它 各位1974年發了阿雷希伯訊息 我們現在這個銀河信標也要用阿雷希伯發出去 霍金博士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了 是 這個內容 經過了快50年 它的科技更新 找到外星人機會更大 對 劉金大學兩個教授已經公開說了 這全世界人類事情 不是你拉薩的事情 是 你要發這個訊息 要全世界人類同意 全地球公投 對 而且還要科學地要同意 所以各位觀眾聽到這裡 你同不同意拉薩 發銀河信標出去 但你不跟他溝通 他會不會主動來找你呢 好 現在 我常講了 如果你常看我講外星就知道 外星有幾個一定會出現的 就是戰爭 核彈基地 重大的事件 重大的災難 它都會出現的 那這次俄乌戰有沒有出現了 夠大了吧 好 果然 注意看 在基普上攻 在基普戰第15天 俄乌方基普山 看這個 而且他飛 他不能直飛 這個是不是二軍的導彈 火箭彈 不是 他等他還要往上 火箭彈不會往上 他等他還要往上 是 再往下 來 導播來一下 我們把軌跡給大家看一下 是 他本來是平飛 看到沒有 他突然間往上爬 這不是導彈 他往上 而且他往上爬 他會出白色的火光 好像在打訊號 打訊號 不知道什麼 然後他平飛 再上爬 在上爬之後 最後 急劇下來 急劇下來以後再平飛 這個不是人類飛行器飛得出來 不是人類飛 因為他 不是直飛的 他有上去上來上去下來 他的軌跡 現在整個被整理出來 是 所以今天 四個四外星人跑來 看基普之戰 我先跟他講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還假的 但是 二戰的時候 是出現外星飛碟最多的一次 越高戰世界最大的戰爭 是 伊拉克戰爭 你上網去查 那個外星的照片被踩了一大堆 連 這個是伊朗 很有名的影片 我特別找出來給大家看 伊朗 注意看 我先跟你講 外星飛碟在這裡 伊朗的火箭彈 飛彈全部都差打 他就在炮火之中 你看到沒有 他就在炮火裡面走 看到沒有 是 看到 最大的亮點 最大的亮點 你看到沒有 剛開始伊朗認為是無人機 對 但是後來 影片一看 不是無人機 而且都打不到他 對 打不到 無人機早就被打下來了 那美國也說 我們沒有發射無人機 看到沒有 這個伊朗 然後我最好跟大家講 台灣最接近戰爭的時候是什麼 1999年台海危機 台海危機 老公的飛彈已經打到台北外海 打到高雄外海 兩艘航母都布在外頭了 台灣有記錄 官方正式記錄有外星人的 唯一的一次 就台海危機的時候 在中正機場跟華航 兩次 一次是1996年2月2號 中正機場塔台 注意 中正機場塔台 看到不明飛行物 第二就是華航的班機 跟長榮的班機 在空中看到不明飛行物 這個官方認證過的 官方唯一認證的 所以就代表說 戰爭的時候 最容易看到不明飛行物 是 好 現在戰爭的時候 容易看到不明飛行物 他來幹什麼呢 自從復仇者電影出現之後 而且很多電影 很多小說 科幻小說都在描繪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世界被核彈毀滅的時候 會有時空旅人跨越時空 回到第二次戰爭來解救地球 我們剛剛講的是外星人 你現在又去講時空旅人 這是電影跟科幻小說描寫的情節 但現在居然有專家說 有專家你可以去上網查說 所有的UFO都是時空旅人 是自己回來的 不是外星人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這麼多 這個UFO不明飛行物 不是外星人 是未來的人回到現在來 那回來就幹嘛呢 回來這樣就是 試圖阻止戰爭的發生 所以如果照這個專家的講法 這個白點不是外星人 他是時空旅人 未來的人回來看這個戰爭 穿越時空 那你這樣不免讓我想到了 現在惡物戰爭 有沒有可能引爆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談很多 最危急的一刻 它出現了 好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這電影 跟科幻小說的情節 那有專家這樣講 信不信 當然有你 但是這兩天居然在夏威夷 各位看 夏威夷看到這個東西 而且我先講 這個不是民間造的 注意聽 這不是民間造的 這是什麼造的 這是天文望遠鏡造出來 看到沒有 注意 這是卯星團天文望遠鏡造 為什麼 因為這早上5點04分 凌晨5點04分 早上5點04分的時候 沒有民眾會拍到 卯星團的天文望遠鏡 在火山頂上觀測天空的時候 照到這個東西 這種螺旋狀 藍色螺旋狀的 我們科學家常常講 如果蟲洞打開一定是螺旋狀 螺旋狀 蟲洞打開 蟲洞的研究過去都有 現在拍到它 這是蟲洞嗎 蟲洞 所以就是這剛好是出現 就呼應剛剛那個專家講的 說所有的UFO來看的都是時空旅人 時空旅人要回來 必須先把蟲洞打開 這是它的九右四分之三月台 這是不是對 你講對了 那這個是不是蟲洞打開了 當然學者專家說 這個是火箭 火箭 因為這個夏威夷看到的 剛好說火箭 兩個小時之前 就凌晨3點的時候 獵鷹9號有在佛羅里達州射空 但佛羅里達射了一個 兩小時前射了獵鷹9號 跟夏威夷看這個有什麼關係 好 各位觀眾 如果你常看我的節目 你覺得你看這個以後 你想到什麼 想到全世界到今天為止 最神秘 最不可解 這個專家也不能講 最向蟲洞打開的 2019年12月6號 蘿威的藍色神秘螺旋 也是螺旋 大家看 這是全世界最有名 看這個東西 這個清楚了 這個 2009年在蘿威的天空 是 100公里之外人們都可以看到 因為它非常非常大 神秘的藍色螺旋 看到沒有 藍色有規律 轉 而且它這個圈子 轉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 這個 各位 太奇妙 來 你看它真正的螺旋 有轉多大 老婆看一下 哇 而且它發出神秘的藍光 看到沒有 這是完整現場的照片 所以 而且發生神秘的藍光 這個 到今天很多 太空迷 外星迷 還回到過去迷都說 這是人類天空 蟲洞被打開了 因此 夏威夷這個 是不是也是蟲洞被打開了呢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期爆新文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旁邊